大家好,我是Charlotte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个静心的练习 在这10分钟内,我会指导你去做一个练习 你不需要在家里找一个舒服的地方去做 你可以像我这样,在地上坐在瑜伽尖上 或者有一个比较大的练习,也可以坐在上面 如果你有一个瑜伽尖,可以用它 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坐在厚的练习或书上 坐在脚下,顶高自己的脚骨 完成的话,可以做坐在这里的姿势 你可以坐着两脚踏着 如果膝蓋很大压力的话,放开一点也不重要 又或者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将自己一只脚在我们的肚子前面 另一只脚跟脚踏着 你找到一个舒服的姿势之后 请你慢慢试试合你的眼睛 留意着自己呼吸里面的感觉 在开始之前,我们会盖上眼睛 试试一下自己的姿势 现在你的坐骨和你两个膝蓋 应该都很稳定 在地上 每一个呼吸气感受到 坐骨沉到地下 转入地下 每一个吸气感受到 头顶上的皇冠 有种拉力,将你吸上天空 一个深的吸气 两个肩膀收起 呼气 肩膀放低 肩甲骨微微夹后 手臂放松 放在大腿或膝蓋上 手臂向下 感受到整个身体内的肌肉 都是放松的 但我们仍然坐在一个坐直的状态 请你微微收在下巴 下巴和地下是成一直线 可以的话,请你保持一种 微微微笑的感觉 接下来我会敲三下重勃的声音 请你继续合上双眼去听 就可以了 请你继续合上双眼 接下来 请你继续合上双眼 尔眼 提下来 颤颗 当我们双眼合迈的时候 我们其余的感觉就会开始 包括我们的听觉 我们听到纵缝的声音 包括我们的嗅觉 闻到的东西 皮肤上面的触觉 身体的感觉 所以我们今天的meditation 我们会运用到 我们其他身体上的感觉 从而希望我们可以 训练到自己的专注力 在开始之前 我们会做五次的腹式呼吸 腹式呼吸是什么呢? 请你现在慢慢将你的左手 放在肚致上的位置 是胃对出的位置 每一次的吸气 从鼻孔吸入 空气透过喉咙 去到胸口 再慢慢将我们的胃部里面 长大 好像一个气球 被冲气的感觉 呼气 气从鼻孔呼出 我们的肚 我们的胃里面的气球 也都慢慢很黏 直到气 完全呼出 吸气 肚脹 呼气 肚收 吸气 肚脹起 呼气 肚收入 再一次 吸气 吐涨 呼气 吐收 最后一次请利用自己的时间 尝试一下将呼吸 拉长 收拾 慢下来 完成最后一次之后 请你将你的左手放在你的大腿上 请你记住这个腹式呼吸的感觉 身体里面的气球 每一次吸气呼气 吹气 收拾 慢慢我们的呼吸去到对等 我们吸气和呼气的时间 是相弱 如果在未来的练习里面 你感受到身体 有点不舒服 可能是翼翼翼翼的太久 有点鼻子的话 不要紧的 请你可以转一转的姿势 可能是另一只脚踏去前面 又或者伸一只脚伸长 我想你做的事是保持安静 可以的话 去合上眼睛 即使姿势去变 我们的心 我们的专注力 仍然是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请你现在将你的专注力 去到你的听觉 耳朵 尝试去听一下你的空间里面 空间外面的声音 如果你是在家的话 究竟你间房的外面 甚至是这间屋窗口的外面 有点什么的声音 有可能是汽车经过的声音 有可能是小鸟在叫 可能是人的声音 你不需要去研究它在哪里来的 我只是想你去找其中一个声音 去听 去跟着它 把注力放在自己的耳朵 然后慢慢试试去听 你所属于的这个空间里面的声音 在这间房里面 可能是风扇 冷气机的声音 可能是有些机器发出的声音 我想你去找其中一个 去听 去跟着它 就可以了 然后我想你把你的专注力放在你的皮肤上面的感觉 留意一下你衣服上面碰到皮肤的感觉 究竟你的衣服是紧身 松身 它的质地碰到你皮肤上面 你的皮肤 又感觉到什么呢 我想你去留意一下这个感觉 然后慢慢我们的专注力来到我们的肚子上面 我们的肚子 每一次的吸气 肚皮涨起 呼气 肚收入 我想你把专注力放在这个气球的上面 在练习的途中 又可能有其他的事会突然间拉走我们的专注力 不需要去责怪自己 我只是想你知道这个感觉 然后慢慢再一步一步 由听 由身体的感觉 去到呼吸的感觉 一步一步回来 就可以了 感受到这一刻的灵症 身体上面静止的状态 吸气感受到身体放大 呼气 我们感受到我们不再需要的情感 想法 从我们的呼气呼出 由呼吸慢慢去到一个越来越慢 越来越静的状态 但是你可能会微微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在这一刻没有什么需要去想 没有什么需要去担心 只需要在这个空间里面留意自己的呼吸 属于自己的呼吸 I am here I am here This is now 此时此刻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慢慢我想你双手合十 放在胸口中间 手掌碰住手掌 希望这个安静 静止 安全 平安的状态 可以随着你 一会儿张开眼之后 也都给你一个 安静 快乐的感觉 准备好 可以慢慢放下手 然后省大眼 去显现这个空间里面的光度 多谢大家 Namaste 请不吝点赞